淡水河北侧沿河平面道路工程 也就是淡北道路 在2号这一天正式开工了 动土典礼中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淡北道路计划从推动到现在将近30年 他三次参与工程的还评 终于是在109年计划通过 而淡北道路完工之后 对于北淡之间的塞车将会有很大的帮助 淡水民众引颈期盼多年的淡北道路 今天在新北市长侯友宜行政院交通部 以及内政部等中央地方官员 共同见证之下举办动土典礼 而市长侯友宜要求施工团队 务必确保施工品质还有安全 并且在118年完工通车的目标 期待完工后为淡海新市政 还有北市科开发 带来加成的效益 共同促进双北繁荣进步 淡北道路对淡水居民来说 是一条救命的道路 28年来的努力总算在今天动红了 我们非常的开心 这当中等待最久的问题 是出在淡北 那我当市长 我特别到环民委员会跟立委跟民意代表 一起努力的去做好沟通 整个施作过程的当中 可以结合淡海新市政 以及巴黎的发展 未来淡水会从新市政到四林铁头的科具人区 建构一个快速的难道 市长虎友宜表示 淡北道路计划从开始到推动 至今已经将近有28年 而期间经历了无数挑战 还有各项审查 市府团队和在地明代 吸手努力 有淡水救命道路支撑的淡北道路 是打通北海岸台二线交通密脉的道路 而这项公共重大建设 绝非单一个人可以完成 绝对是地方与中央及所有明代 共同努力的成果 而接下来在施工期间的交通黑暗期 也正考验着施工单位 所有的建设都是大家共同努力的成果 不管是地方不管是中央 我相信没有人不努力 但是我们真的要说 能够怎么样回馈 我们19万的淡水地区的民众 以及所有来往 不管是台北 不管是新北 不管是全国际的观光客 要来到我们淡水 都需要便捷快速安全的另外道路 当然在施工期间 一定会做好交违计划 包括公车捷运 单处的增加 以及号速秒速的调整 随时掌控转化 我们不会缩短 缩减整个路浪 但是会随时做好 应变的准备 同时我们也会跟台北市不断的沟通交为计划 希望双北共同升欧先 淡北道路的施工期间 能够减少雍山的情形 新北市政府新公署表示 淡北道路今年1月起进行路全范围内的清除 整地、围犁架设等作业 而接下来将会进行 施作新北市路段及淡水河测平面道路 再接续着往南施作台北市路段 最后同时完成两端的进出口闸道后开放通车 而至于民众担心的施工期间影响交通 已经协调台北捷运公司及公车业者事情况加开班次 也建议民众尽量改搭大众运输工具 工程也将依核定的交为计划落实执行 记者许多人一旦水采访报道